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再次否认 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军事援助进行利益交换 德国《明镜周刊》2号刊发对泽连斯基的采访 泽连斯基说他没有对特朗普说过涉及利益交换的话 泽连斯基说他完全不理解美国国会多场听证会所提指认 不愿意留下乌克兰人是乞丐的印象 泽连斯基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 谈及他与特朗普7月的通话 说他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 没有人可以向他施压 泽连斯基7月25号与特朗普通电话 时长半小时 美国情报部门官员举报 特朗普通话时以大约4亿美元军事援助为筹码 要求乌方调查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儿子的黑料 这次通话触发美国国会众议院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民主党人指认特朗普滥用职权 寻求外国势力干预明年总统选举 损害国家安全利益 特朗普为自己辩护说 他没有过错 与乌克兰之间也没有利益交换 要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是为了反腐败 拜登则否认了相关指控 他应该是为了反腐败 这次反腐败 他们赶快看 13